这里就是城市疫情的大脑 看起来很棒 对 最后我走过门 技术的地区被人感充满 我会看到我们的感觉 哇 我的天 哇 这真有趣 其实在一起疫情的背后呢 有着非常多非常多繁琐的数据 也折射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大数据的量的处理 还是有着一定的瓶颈 应该说是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 我们各个部门集结了最优秀的人马 花了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我们开发出了一套有着这个智慧功能的系统 with all this technology equipment what is the kind of improvement that you can see in your daily work 数据量很大 然后我们要处理的工作很多 实际上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人 包括后面这些人 几乎每天都是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凌晨三点 凌晨四点才能够睡觉 对对对 我们的床都在办公室里 是的 是的 你们很辛苦 我觉得做疾控呢 其实最重要的三个字叫先进性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 也有了我们徐汇区的这个成运中心的大屏 其实也是体现的是党和政府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未雨绸缪提前计划 用科技的手段去辅助防疫 才能够让我们大多数的病例发现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工作也不会乱 也不会错 但是后来我和医生的医生 在一天 我真的抱歉 我真的不可以感受到这一刻 当她的抗争抗争抗争 但是 但是 我实现实现了 我感觉有种小的 骗子的工作人员 她回到平台 她不是一种疫情的 她是一种群人的 感谢观看